这个是退步跨骨 那退步跨骨重心是在右脚 也就是后脚 那么左脚在前面 它这个只分摊比较少的重量 现在呢我们要动的就是左脚 先把你的左脚呢 本来在正前方移到你的将近正右方去 我只能说将近 因为要到正右方啊 角度有点太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先移到将近正右方的位置去 其他都不动 就只是移动你的左脚 移过来 移过来的时候啊 你脚尖要向内扣 对吗 向内扣 好 慢慢身体就转过来了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把重心交到你的左脚来 对吗 再说一次 好 现在是左脚在前 而且重心比较少 现在呢 我们把左脚移动一下 变成内扣 重心慢慢的交到左脚 这时候右脚就变轻了 对不对 好 这时候把我们的右脚抬起来 绕一个弧 对吧 绕一个弧 这就是百年腿了 就是我们平常练的外板 外板完了之后呢 等到它落地 对吧 外板 落地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手 跟身体一起 微微的 向右边旋转 那这个旋转呢 不是要一直转哦 转 转了一点角度之后呢 又要再把它转回来 对吧 这个弯弓射斧 这个弯弓射斧 我们再看一次啊 逼完以后落脚 这时候两个手跟身体的同步运动 一起向这个顺时针方向旋转大概45度 转到45度就差不多了哦 开始要让它慢慢抬起来 变成逆时针 打出去 对吧 先顺再逆 再看一次啊 逆完以后 身体先顺 转到这儿 然后再逆 打出去 两手向同一个方向打出去 对吧 好 那我们再说一次啊 是最后这一招了 交完就没有了啊 好 好 把你的左脚向右 扣45度 好 重心交到左脚 方便右脚抬起 右脚抬起来之后 先踢一个外摆 落脚的时候呢 身体跟手微微转45度 转完以后再转回去 完工社会 可以吗 那我们再做一次哦 重心压过来 右脚可以方便起脚了 二 坐地 转一下 再转回来 对吧 对吧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这招打完 我再再打最后一次啊 打完以后就接下去 把它打到结束 那个林老师请教一下 就是 右脚白脚外摆的时候 右手有没有去拍一下右脚的 右手是这样子 右手是一个目标 并不是说我右手故意去拍他 没有 是他当目标的时候 他踢到了他 然后放下来以后 并不是说我拍他 没有这样拍 可以吧 可能会碰到 但不是刻意手要去拍就是 对对对对 但是走织在这个高 高的高一点的地方 对对对 好谢谢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一招再打一次啊 来 从这里接 也是这步跨虎啊 好 一 后步 起重心 起脚 落地 转一点 再回来 这个时候啊 右脚在前哦 右脚在 我看姿意怎么好像是左脚在前 对对对对对 你看哦 他踢完以后 他应该就理论上就是在前面 他只是放下来而已哦 哦 你退回来了 你踢完以后你就自动退回来了 对不对 不要退 踢完以后他就在前面啊 让他就在前面落地 有吗 转一点 然后就回来 有吗 右脚是不是45度的方向 对吗 所以有有有 我觉得很 对 会往有有点往事数度没错 对吧 好 接下来呢 重心拉回来的时候 两手跟着身体一起围 围了以后 你看你很熟悉的吧 就是斑蓝锤又来了 就是斑 蓝 然后就是吹 然后就是吹 回来 如风似臂 慢慢地推出去 十字手 和抬起 慢慢降下来 最好流汗了 现在天气比较热 好 那可以吗 你看我们就学完了呀 我们很开心 刚好一年学完了 那我们把最后这个新招到结束 再打一下 来 一 后部 二 重心移动 三 起右脚 四 落地 转 四十五度 大 出去 好 好 都先回 来一个扳 来一个扳 蓝 腿 可以吗 好 如风 刺臂 好 那 其实不难 那我现在吼 因为上礼拜我本来要有一个批准的 那我想说 因为上礼拜我花时间主要是在教新招 比较复杂 所以上礼拜没讲 我今天一起讲啊 所以一定要录下来 这个 这个 我们这样看啊 就是 太区拳有很多很多的不同门派 风格也不同 招式啊 高低啊 也都有不同 那有时候会有一些 误区 就是思考上的误区 会以为说这个到底是高好还是低好 到底是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 那在那个高低长短之间 我要到底要怎么样衡量 就是说 对一个学习者来讲 其实他 需要有一些比较 这个内在的理路和观念 帮助他去做分判 那么这种分判呢 有助于我们自己可以练拳 比如说自己练拳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在 去年五月的时候啊 我曾经立下一个红运 就是一年后希望大家可以自己练拳 那我这个目标啊太大了 所以呢 那个说完之后就有 这个老朋友来批评我了 他说一年就要让人家自己练拳了 这太难了啊 那当然他不太容易 就说各位现在呢 要自己练拳 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困难 还是需要有老师在旁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也不妨当做一个目标 还是可以这样想 到底怎么样才能自己练拳 我们现在举一点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 你看这个太极拳喔 你看我们有几个基本动作 你看这是前按掌 那我现在呢 请各位来体验看看喔 通过你的体察 你才能更确定 当你自己练拳的时候 怎么样来求进步 比如说 你看喔 你试试看 当我这个前按掌 是靠近耳朵 走中线出去的 这是一种答案 你先试试看 靠近耳朵 走中线出去 靠近耳朵 走中线出去 你先不要管他 哪一个才是对的 你先这样体验一次 这是靠近耳朵 走中线 也就是身体是直推的 靠近 然后直推 可以吗 你现在身体有点记忆了喔 直推是这个记忆 现在你再试一下 我斜推 你看喔 这是斜推 从四十五度角 这是斜推按出去 请你的身体 帮忙感觉一下 你看 斜推 按出去 有何不同 正是通过这样的体察过程 你才有可能真正学会自己练成 来 再试试看 斜推 就从这里直接斜推喔 不要靠近中线喔 直接推 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 有感觉到吗 这样的打法呢 不是算错 但它有它的好处 这是一种向内凝聚的直径 可是这样打的时候 你们发现 因为他要斜推 所以他身体的侧边 就全部都调动上了 他必须要打一点点螺旋的劲出来 你们知道我说的意思吧 身体是不是要带一点螺旋 也就是这个掌呢 其实它的路径还是直的 可是因为他的身体是螺旋出来的 所以他势必要调动更多的身体的肌肉去支撑它 看 就是这个味道在 所以这一打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感觉好像厚度被增加了 身体被扩张了 这个就是带扩张性的打法 那没有说哪一个是对的 就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啊 就会这样想 就会慢慢就是你的身体 就会得到一个发现 原来我这个拳啊 我这样打的时候啊 我是轻松的 这样打的时候啊 我是厚重的 那你要自己要能够记得轻松跟厚重 你会用两个的感觉在哪里 找到了以后啊 你就依着你身体的情况 如果今天啊 如果我想要打厚重一点 我就体会一下 你一定要再 你一定要用这个 我刚刚说的这么细致的意念去体会 你的全才能进步 对吧 这就是 光是前案长啊 就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体会方式 那我先前很早之前给你们看过 杨家的一个非常能打的厉害的老先生 他有流传非常珍贵的网络视频 九分钟 叫牛村民 牛村民啊 是帮杨家顶门户的人 所以人家来挑战杨家啊 那个牛村民出去接战 他是真的都能把来人都打翻的人 这老先生呢 你看他打拳的时候啊 你们看他就是这个这个打法 所以他的倒脸猴 你们看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基本权力哦 所以并不是说一定哪一招 你看老西奥不可以这样打 倒脸猴也是这样打 那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共通的权力 所以所有的拳都一样 他一定有一个向前的类似的招式 只是他向前的时候他设计方法不同 像这种向前的方式 你比如说陈诗太极 陈诗太极的这种向前他是这样打 你看他也是旋转 但他的旋转是内旋 在内旋的时候 他的弧度反而是向内旋出去 那么这一种打法呢 也是蚕丝境哦 但他的蚕丝啊 他的路径不同 力量的结构就不同 陈诗太极呢 现在在大陆也是非常夯的权种 那我以前练的时候啊 还不太有人知道陈诗太极 那现在这几年是被大陆推广出来 你比如说你看 他打的斜行单边 你看他是这个味道 你们看这种感觉 也是凝转哦 但他凝转的味道不同了 所以他练的点就不一样 那我希望各位呢 稍微有一点点测试的精神 就是你今天这样打 你有时候你稍微把那个 掌的路径啊 改一下 你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这样子你的脑子 才不会在打拳的过程中呆掉 保持一种敏锐的察觉感 对吧 这是 光是前按掌 那你看 大概懂这个概念之后呢 你可以这样单练 你看哦 比如说 柔西药布 那柔西药布就会有好几种 不一样的练法咯 你比如说 我刚刚这种也是靠近耳朵的 就直接推 所以外面你看现在最 外面最红的最 流行的像父亲拳 有没有 父亲拳他的这个掌了 到这边就定了 然后接下来只有直推 这一段全部都是直推 那他们这个直推才是对的 但是我希望各位呢 就是你们能够知道说 直推其实只是一种选择 可是你如果不要到这里直推 你稍微测测的直接这样出去 而且你的身体的调度又不太一样 那你两种都可以练习 那两种不同的练习 它有不同的感受 会有不同的效果 对吧 那像我打的时候啊 我就不会完全直推 我就保留一点点侧镜 然后出来 乍看是直的 但是其实带一点侧镜 所以你们看我打 这个偶像布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厚重感 对吧 这个是偶像布 林老师 这个能不能说 后面这个方法 符合太极食药里面的 一动而无有不动 因为刚才那个 您说像父亲拳 他腰在转 但是他这边就不转了 然后他手在直 所以他只有手在动 他腰没有在动 就不符合那个原则 我大概知道学长的意思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说啊 父亲拳他们一定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父亲拳他们也会认为说 我也都在动哦 你看 我动的时候我是 腰跟腿 推着我的手在动 所以他其实仍然是 一动无有不动的 如果他打得好的话 只是他的那个路径 他的螺旋啊 少了少了一些角度而已 我们不能说他打得不合全力 我觉得不到那个地步 刚刚打也是可以的 那我刚刚讲了一个褥蜜药布 那我们回去啊 就各位 你们要这样打拳哦 那个趣味才会 层次才会多 你们就单练这个褥蜜药布 家里空间可以允许的话 你就 要不然你就撤打 就像我这样 你看我这边一个褥蜜 我撤这边一个褥蜜 像我们的好字太极的褥蜜药布 全部都是撤的 你看看一次我们的 我打了那个好菜的褥蜜药 褥蜜药布 褥蜜是这样子 你看是不是 角度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练过八卦的人 他打出来的太极蜜 就是这个味道 那你们这样 虽然说你们 只有接触这么很短的时间 但多少会有一点点 眼睛在看的时候 会有一点感觉了 那个味道是不太一样 那你们就单练 就单独这样揣摩看看 你看看 我这样练 我这样练 或者我这样练 你自己揣摩一下 然后你 右边左边 反复的这样揣摩 这样全容易进步 可以吗 就是往前的 往后也一样 你看这个 照脸猴 你们看哦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打的时候 身体围侧 推出去的时候 才回正 你看围侧 然后才回正 那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 我发现刘春明都这样打 刘春明打的那个 身体都是围侧 然后回正 围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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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是一个围围螺旋 使得他的那个 他的劲非常立体 所以你们也可以体会看看 那我们平常不敢教这么细 你看这一年来我都 什么都不讲 我就是让各位 跟着影片这样反复做 那我就是希望你的身体 已经累积一定的记忆的量 你身体已经有一点记忆了之后 我现在再讲 可能比较好 可以吧 那你们现在回去 就可以这样体会 一个是进的 偶心 一个是退的 到脸好 那同样的道理啊 那同样的道理啊 你们发现 就全没有那么复杂 所有的招式就是那几个镜 来 比如说 我们现在试着看这个 这个感觉 这个动作 对吧 就是 左捧跟右捧 最经典的动作 你们现在看 那你自己 有机会的话 你对着镜子对着玻璃 试试看 你看看自己 好 你们看一下看我的动作 来 这样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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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你要练习能够自己练拳 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 你们看 再看一次哦 为什么我的手摆这里 因为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说 依赖者 指导者 每一次都 一下一下的 一直盯着看 那当然也 如果能够这样盯着看啊 古说的人说 叫眼皮子底下练拳 当然很好 可是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就需要 找更有效率的方式 就是你自己要能抓得到 你看 这样做 看一下我的手哪里不一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而不是这样 可以吧 所以 如果你们家有机会教人 你们一定会有很深的体验 因为出拳者他的手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他不知道 来看一下哦 他不知道这个差别是什么 这个差别非常重要 那请各位啊 你们自己体验看看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可能很多了 对不对 但是这样子也有练法 你看比如说行义拳 行义拳的批拳 你看他的他的整个侧面 一直包到这里来 他这样子就是练功 所以说等下所有的架子的 抬出来的过程里都在练功 这就是为什么行义拳的装饰 是特别少的原因 因为他只用五招 就把功夫练出来 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看虽然他不动 但是为了做这个姿势呢 全身全部调度起来 全部练到 可以吧 那我只用这个当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认的八卦长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含跟扣都做得很密 那那个含跟扣就是使身体内在 激发他能量的一种方式 含跟扣里面的东西才会冲起来 对吧 那为什么含跟扣才会冲起来 这是另外一个理论 有机会我们再谈 但是经验上他一定是这样的 含跟扣他才会冲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大概懂了以后 我现在再往前讲哦 刚刚说大原则是不是 这里要微微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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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用这个原则来练拳 对不对 好现在呢 我再多一点变化 你们看哦 他怎么突然靠近了 好 你们看哦 外面是不是很多洋师太极是这样打 他是这样子 他认为说 我的身体呢是一个很直的轴心 然后我这个直的轴心呢 要正时针打过来 因为全谱上说终定啊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终定以后 再旋转过来 那我跟你们说啊 说真的 那个 日本人的空手道的书啊 他真的就是这样画 他就是画一个轮轴 把身体这个画成一个直直的轮轴 然后他认为说我们打拳就是这样 你看 就是一个轮轴 那么这个轮轴的概念呢 看起来是对的也好懂 但是他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你们看 看一下我打这个 这是一个轮轴吗 这是好多的轮轴 然后 组在一起以后 发出来的力量 他绝对不是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呢 非常单薄 他非常单薄 所以 但是他也不是不对 他也不是不对 你看 这是一个基础 所以你在 你这样慢慢就会 就会自己懂得看权了 外面很多的阳次太极练习者 他就认为说 老师教他的是这样正的 是这样 他不是不可以 可是呢 你再体会看看 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我这里面有好几重波浪 你看到那个波浪吗 打拳就是那个波浪 特别珍贵 这个音乐是一样的 你看 这样 不在乎你打的是哪一家的拳 每一家拳 你事实上都可以打出那个波浪感 他是这样子 为什么说 拳谱里面呢 太近了 可以了 拳谱里面他只说 大圈小圈 有形圈无形圈 正圈斜圈 他只说这样子 可是这个说法呢 我换一个方式来说 他与其说圈呢 不如说波浪 你看那个海的波浪 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方向 对不对 可是那个水根本不会同一个方向 那个波浪被推起来的时候 是好多不同的方向 一起起来的 然后又散开来的 所以他在那海的方向是四面八方的 只是你看起来高起来的那一刹那 你觉得他好像有固定方向 其实水是不可能有固定方向的 那我们打这个太极拳呢 他事实上就非常像水 而且是那个鼓荡起来的水 所以他乍看之下是有一个方向没有做 但是他是好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分子 一起向那个大的波浪前进 打出来最后是一个波浪的样子 但是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水波 一起把它撑起来 对吧 那因此呢 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 你看 这是一个打法 那你现在呢 测一下看看 你就回去 你就单练这个台阶 那你可以左右练 你看这就变成斜飞了 这就变成了野马分钟了 你们发现我打这个斜飞跟野马分钟 那味道是这样 好像一直拉长一直拉长的感觉 一直拉长 斜飞跟野马分钟 跟蓬的镜 来自同一个镜路 但是他更立体了 那你们回去就单练这个感觉 那你看我们基本功里面 我是不是只有教外翻长 对不对 好你看哦 我现在就以外翻为例 再往前缩一点 你看哦 这是一个练法 平常我都只有让你们这样练 对不对 先存一点身体的记忆 你们现在看哦 光是这样子练呢 它就有好几种层次 比如说 以层次太极来讲 你看它的层次是这样 看到 它的长在这一个地方 是它的利点 所以它如果发近的时候 虽然它只是圆圈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发近点 我们看到 这就是一个发近点 一个发近点 它每一个点都可以发近 看到吗 这是陈世太极的打法 那阳世太极呢 把这个鲜明的锐利感把它化掉了 它就变成只是这样了 现在只是这样 可以吧 然后呢 等到好事太极的时候啊 它就认为说 这个练功啊 还不够 还要再加重 怎么加重呢 你们看哦 打这个 好事太极 它的匀手啊 是先拉出一个像斜飞的力量 然后再回正 斜飞 再回正 斜飞 再回正 也就是每一家呢 它同样都是在练匀手啊 它加重的点不一样 那我让各位听这些呢 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你们现在的练习哦 因为一年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细 所以我刚刚那样讲目的是在刺激各位 那你就考虑到说 我以前做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我就只是在绕圈圈而已 那现在我现在让大家知道 这个圈圈本身啊 就有好多的层次了 因此你们平常没有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单练这个外班 然后你试试看 哎 假设我长力一点 可是我这长辈的 杨士泰吉的长 比较标准的形容是美人照镜 美人照的镜 刚好到这个点美人照镜 到这个点美人照镜 那么这个美人照镜 到好事的时候 就变成斜飞了 他会要练功 所以他拉开来练习 所以好事感觉特别累 因为他处处啊 都把功法加重了 对吧 那杨士泰吉打起来特别舒服啊 你看 他虽然也练功 但是呢 他相对轻松 所以杨士是最好的入门款 那你们回去啊 就多多揣摩 你看一样是这样 那你看啊 我现在讲一个可能的误区 虽然我们说 虽然我们说 羽手有这么多种答法 那来看一下啊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这里两个圈圈 各打各的 这是在外面你们看 公园里面的人打的一拳 最常见的现象 就要两个手 各打各的 就只是在 真的就只有画圈圈 身体跟手没有连在一起 等到他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只是这么一转 刚刚学长说的 一动无有不动 有没有 一动无有不动 这个圈啊 我右边在转圈的时候 左手就跟着他一直到这里来 左手在转圈的时候 你看 右手就一起跟到这里来 这个跟的感觉要这么密啊 密到说 两个圈 感觉就像一个圈 分不出 到底这是哪个圈 两边的圈啊 都要互相密切的配合 到这个地步 那你们打圈的时候 有时候那两个圈会 不自觉的会散开 散开的时候 练功的那个效果就会有影响 所以打圈啊 如果我们讲的精打细数一点啊 投资报酬率很重要 为什么投资报酬率 我要用一样的时间 我要用最 得到最大最多的收获 那是什么呢 就是要精准练圈 这个精准就包括我刚刚说的 你的意念一定要到位 意念到位啊 你那个同样的练习时间得到的东西 是很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外班长 平常我没有细讲 我说主要是让你先练 那我们今天讲的多一点啊 那你看啊 来再讲一点点 你看 假设我外班的时候 陈世太极 你们看他的手肘是这么沉 他就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打的是这一种力 力的力量 力长的 力长的滚动力量 所以他的长这么低 可是杨世太极呢 把手肘往外推了 往外推 你看 这个手肘倒也没有到这里 但是他大概是45度角的位置 45度 45度 他认为这样做的时候 对人体来说是最舒服最轻松 而且也容易体会到整体性的 所以请各位留意一下 你在转动的时候 你的手肘的位置 对吧 那现在呢 我要告诉各位另外一个观念 虽然我说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 其实也可以 就要练的东西不一样了 你看 好事太极了 我刚刚说 用鞋肺来打的时候 其实他还没有到这样了 但是他感觉上抬得更高一点了 就是他的进步一样 对吧 那你们现在呢 就记得大原则 每人照进 你先把那个阳色的味道浓一点 你看 我这里看起来是两个圈 但是你总觉得好像是一个圈 这两个圈是 这两个圈是 这进度是 凝聚在一起的 他没有散成两个圈 你要把那两个圈 变成是一个圈的变形 都在一个同一个律动里面 就是装那个 同一个律动 同一感 对吧 那我们刚复习的几种 一个是往前 对不对 进步往前 跟退步往前 对不对 一个是往旁边 红的 或者是斜飞的 或者是也满分钟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 这个 云首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再来 再来说一点 很难得今天可以跟各位讲细一点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第一次教律女穿梭的时候 我这个不自觉的呢 把这个手啊 有点这样子打法的 那后来我赶快改过来 改成这样子打法 那你说哪一个是对的呢 那我要跟各位讲 两种都对 为什么呢 杨色太极的御女穿梭是这一种进来 你们现在回去就单恋这个感觉 你看我的右手啊 海底捞月一样的捞起来 他捞起来之后出去 捞起来之后出去 那么这种进呢 是几乎可以算是中国最古的 常见的 这个招 这个招 为什么呢 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武术 都有这个动作 几乎所有的中国武术都有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 你看他变成了掌而已 幼女穿梭 所以他这个动作呢 是非常传统的 我刚刚讲的一架一打 你看他非常符合实际的进击概念 对不对 对吧 这是一种进 可是这种进呢 练熟了之后啊 你知道古人啊 他们练拳都不会只连一架 他们都是这一架练熟了之后 都得观察别人 所以他们像太极拳他们 你看 幼女穿梭也有这一种 你会发现他的进更立体了 他是这一种进 所以他四个幼女穿梭啊 都是这样滚出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呢 两个走一起动的时候 有这一种进 也有这一种进 对吧 两种进都对 两种进其实都重要 只是这一种进比较复杂 比较困难 那你们现在练习的时候好像 会打造的只有幼女穿梭 但他也蛮重要的 你们回去的时候啊 可以与你穿梭单练 单练 是单练 单练 单练他 然后你练的时候 你注意到 你有没有整体的 你们看 整体 练习最重要是这种整体感 它才能使你用最少的时间 练出最大最多的东西 整体感 你看 是整个身体压上去的 整个身体压上去的 压上去 所以你的这个腰要伸出去喔 腰如果没有伸 腿如果没有做 我们再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运动而已 这个普通的运动啊 效果非常非常少 我们打拳一定要尽量得到 越多的东西才越好 对吧 那这就我刚才讲 又是一个变化 效果我们刚才说 这几个变化 我想应该很够大家 来揣摩跟体会了 无数最重要的是揣摩跟体会 你在揣摩的过程中 你才会真正认识自己的身体 因为它就是一个 你的意念跟身体啊 做密切结合的一个 一集过程 那如果说 就是说你只有模仿一个 另外一个人 那另外一个人打的无论如何好 那你模仿的能力虽然很好 可是你对自己的身体的感知能力不足 你没办法区别说 高一点低一点 长一点短一点的差别在哪里的话 那么你就还没有办法自己练拳 那虽然说这是一个很高的困难的目标 可是我还是 能够自己练拳有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说 这时候我还是可以当老师 但是呢 你因为可以自己练拳的关系了 所以 你进步的速度啊 会变快 变快之后呢 我 我 我可以指导你的东西啊 就更多了 但是如果说 你还不能自己练拳的时候呢 我的 我的这个指导者的角色 大部分就会停留在调整动作 调整动作上面 那当然我也很愿意 只是说 如果想要让我们的练拳效能更高的话呢 就老师的功能啊 除了调整动作之外呢 还希望可以做更多 那因此呢 我们的 真正的内在目标 还是希望各位 能够学会自己去感觉身体 因为这才是真正练拳 练拳其实是在 学会 妥善的去感受和控制身体 就这两件事 一个是身体 对身体的感受力 一个是对身体的掌控 就是控制能力 大概是这样 对吧 那我们 今天大概都讲全了 有点少了 你们等一下下线之后 自己都揣摩 还是我带着你们 从那个第三段好了 从第三段整个打一遍 好不好 说太多 不如多练练 来 我还是背对着你们 好 重心压右 左脚内扣 左手下放 重心回 右脚抽 后腹 微伸 好 右手上托 超度 上次 啊 好 右手 尼分 小黄 右手 好 重心繼續壓在左腳 但是左腳內扣 來 右腳衝回來 兩手搖搖合抱 右腳上步 打出一個斜黑 好 重心繼續往前壓 左腳抽起 兩手搖抱 斜黑 像這種時候 你那個氣喔 他一直在走 你就讓他走完再換招 都不用著急 好 重心壓 前 左腳 再飛 重心壓 再出一個 這是左膀 右膀 三… 四…七… 分開… 好,我們在這裡接玉穿梭 重心先壓到右腳 好,擺部 左腳拉起來 來,二個 好,五腳內扣 兩手揍回身體 上腹 第二個 第三個 後部 收回 四個 來個旅 一 一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23 雙手 再比在旁邊 從這裡了解 下次 好 1 2 二 坐地 这一个行 我们这里要接少年猴 二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抽 回来点滴 两手顺时针抱 接飞 一手上四 来二 两次 走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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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四 三 身体就可以守住了 尽量身体就可以 安 一 三 三 二 三 二 四 二 三 二 一 好 接允手 体会一下我刚刚说的 腰跟身体要一起 身体跟手要一起 然后就接我们最新的 上礼拜开始的心动心进动 先来一个高探码 穿掌 腹部 来一个食肚腿 坐地 右手捞起来 不当成 对 我认为 这个 对 一会儿 上部 清心 後部 放低 移動是鎖度 重心交過來 右腳起腳 落地 轉直輸出 打出去 好 半 半 半 五 五 四 四 四 好 持著手 吸一眼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是 我這樣預計 你看你們覺得是不是ok 從下禮拜開始 我們就是第三段 第三段 第三段 連續打第三段 打到完 打個幾次之後 我們再回頭打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 打到 打到第二段 複習起來了 再回頭打第一段 那好不好 我想說如果說一二三全部打起來 在記憶的負擔上 會不會還是稍微重了一點 我們現在就還是從下週開始 第三段整套 整段第三段 反覆熟悉一下 好不好 然後最後我再講一點點東西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感覺 就是整體性 剛剛我說你看 你要練習這個感覺 我就算只是一個雲手的感覺 它都不是輕易的 不是說我的手可以隨便動 不可以 就是打拳要有一種慎重感 這個慎重感 我看有的拳師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清朝以來 有一些拳師他們對中國的經典 他們都是接觸的 半懂不懂的 所以他們常常會用自己的意思去 隨意地運用中國的經典 所以比如說這個 我剛剛說的慎重感 他們懂得這個慎重感 但他們不知道怎麼形容 他們就說 這跟中優講的慎獨是一樣的 他們會用慎獨來議會打拳的感覺 當然他跟慎獨意境是不太一樣 可是那個慎字確實很重要 我現在再把慎字再強調一下 慎字就是說 我曾經說過 好像你的這個身體 是一個生病的身體一樣 生病的身體你不敢隨便動 怕一動就跌倒了 所以要踏到這個地步 就像怕一動就跌倒了 那麼慎重的去移動它 你想想看 那個老人在移動的時候 他不敢那麼輕巧 他就會用整個身體慢慢的去移動 那我們就記得那個概念 就像一個雲手一樣 我就整個身體去移動 我就算你們要打那麼遠一點 沒關係 我打近一點好了 我就打這麼小 有時候你打小一點 有利於 你把注意力收到身體裡 更自然的去體會整體感 那我在這裡就補充這樣子的一個非正式練法 你們回去沒有試的時候 把所有的拳架全部都縮小 縮小到三分之二 體會看看 體會看看 就這麼小 這是體會式的 不是正式的練法 但是我認為它有助於你體會身體跟手 整個身體一起連動的整體感 你的整體感如果強了之後 我就可以很負責的告訴各位 整體的整體感一旦強了 你不管打什麼拳 都會打很美 都會很有味道 就算你打錯了 人家還是覺得你打得很好 因為它才是武術的核心 那錯不錯的 而且是人為的設計 所以打拳最重要的是懂得那個權力 用正確的方法去使用 來這個 或者支配我們的身體 好不好 記得我最後要講的就是這個 就是慎重 然後把距離縮短 把注意力放濃 濃濃的放在身體裡 那我們就先說到這裡 可以嗎 那今天我們就到這裡囉 好 沒問題的話 下課囉 謝謝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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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